大家好 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 每天早上瘦一点 每天早上瘦一点 好几天早上的放在一起才这么多 百合花开的时候可以收集一些花粉 还能延长它的花期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结构 每一朵花上边有六个雄蕊 中间这个是雌蕊 花粉在雄蕊上给雌蕊收粉 刚开的花 雄蕊上边没有花粉 过一两天 上面就会有很多花粉了 为了延长花期 可以先把雄蕊上边的花药揪下来 花粉非常细腻 一旦粘到衣服或者是皮肤上 很难清洗 非常个好处是 对于花粉症过敏的人来说 赏花的时候可以不用担心 花粉过敏 到了这种状态 花粉就很多了 收集花粉的时候 一定要戴着手套 不然粘的满手都是花粉 看手套上的花粉 鸟叫 我看到过一份资料 说花粉里含有各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物质 并且含有美容所需的全部营养素 如氨基酸 维生素 核酸等物质 有些能透过皮肤表层营养真皮 改善真皮外观 使皮肤柔嫩增强弹性 这已经有花粉了 刚开的时候没有的花粉 看我手套上都是花粉 每一朵花都是六个雄蕊 这是一个雌蕊 把雌蕊拔掉 为了避免花粉弄到手套上 我用茧子来试一试 好 花粉都在里面 省着整个手套上 花粉是细小又轻盈的颗粒 通过花药散发到空气中吸引昆虫 或者是通过风的传播 给雌蕊受粉和繁殖 百合花粉常被用于食品工业 和美容护肤品中 在食品方面 也可以用作调味品 面包等食品的添加剂和染色剂 赋予食物独特的花香味道 这点花粉收的太正规 把这毛刷刷到中间了 再亮亮干就收起来 之前我发了一个视频 是制作百合花茶的 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点击评论区的链接看一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